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碧罗春 太平侯回 夕阳茅烟 鹿安瓜片等 这些明优绿茶 大都特色鲜明 且具有广泛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西湖龙井明优绿茶特征呢吗? 明优绿茶有哪些有别于其他绿茶的特征呢? 主要有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 明优绿茶的外观形状较为独特 我们形容一个人的时候 常用着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的说法 一举同工的事 很多人是通过独特的外观 辨识茶叶的名称与基本特征 明优绿茶尤其如此 例如扁平型的西湖龙井 卷曲型的碧罗春 长条型的太平侯吹的卷曲型绿茶 其次 明优绿茶的加工过程较为繁琐 明优绿茶的辨识度 依赖于其独特的外形特征 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明优绿茶的制作过程相对繁琐 尤其是在塑形环节 以知名的西湖龙井为例 从鲜叶的采摘到制作完成 龙井茶需要经历斗 扎 折 纳 揣 抓 推 扣 抹 压等 十大手法方能成型 潮池中的绿茶其次 明优绿茶的品质特征较为优秀 如果一款绿茶只是特色明显 工艺繁琐 尚不能称之为明优绿茶 明优绿茶重要的特征就是 它的品质往往有着独特的呈现 能够明显区别于其他绿茶 以绿安瓜片为例 其条所织条略卷区 色泽墨绿偏灰 静度佳 较云整 汤色黄绿明亮 花香明显 滋味甜蠢爽 液底软亮 是品质特征较为明显的 明优绿茶之一 绿茶赏悉通过以上这些分享 相信大家对明优绿茶的原习 和基本特征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特征明显 属性活泼的绿茶 是我国茶叶产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优绿茶更是可圈可点 饮得无数茶友欣然向往之 地人